缺解啊,现在搬运一个还是豆瓣里看到的帖子啊 这个帖子问,钱在哪儿,爱就在哪儿,这句话毁三观吗 这个有一个女网友说呢 这个虽然呢我们家重男轻女,但是呢我过得很幸福 这个还有的说呢,哟感觉很无语啊 原来这个父母从小到大给的爱都因为钱在哪儿,爱就在哪儿 这种三观给毁掉了 然后其他的女网友们就开始这个嘲讽这种言论了啊 钱在哪儿,爱在哪儿,这句话非常正确 弟弟呢只是继承了财产,而你继承的可是爱呀 不这么想他们这辈子可能都无法说服自己很幸福吧 弟弟之事继承了财产,可你继承的可是爱呀 虽然重男轻女,但是我很幸福 真可怜啊,这辈子都没办法体验被父母重视的感觉 我爱谁才会为谁花钱 这个女网友说啊,自己啊,就是换位思考啊,设身处地啊 那肯定是我爱这个人,我才可能为他花钱嘛 我如果我不可能为他花钱,我又哪儿谈得上爱呢 这个还有的网友说啊,没钱也没爱啊 于是呢,就自我PUA,看了呢,只觉得这种人特可怜 他不自我安慰,怎么活下去呢 为你花钱的不一定爱你,但是不为你花钱的肯定是不爱你 当然不 沉默成本低,所以你就不会被重视 所以说啊,去姐也劝这个,就是网络里的这些年轻的女网友啊 就是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啊,还能花到父母钱的时候 尤其是你们有兄弟的时候 能想办法从父母兜里掏出钱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 你不要想着说为父母省钱,体谅父母 父母这种畜生父母啊,垃圾父母是不会体谅你们的 只会觉得你啊,你便宜 只会觉得你这个成本在你身上花的成本低 所以他们不会重视你,这就是人形 人形是很黑暗的 你们必须得直面这人形的黑暗 不要对父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否则你们被父母伤害的是遍地 磷伤你这辈子都好不了 还有我的说啊 为什么要戳破别人的美好幻想呢 父母之爱子则未知寄之深远 这个话啊,从战国时代就来了,经久不衰 你想想看你父母都没有为你寄长久,是吧 明知道缺钱寸步难行 父母都忍,都忍,能够忍下去 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在这个贫困线上苦苦地挣扎 都不会伸出援手 你想想看这父母能有多爱你呢 嘴巴上爱,花大饼的爱 这个吸血的爱,让你给你们的兄弟当这个血包 当提款机的爱,当保姆老妈做的爱 当家教的爱 这种花大饼啊,谁都会 但是你们得想想,父母在你身上花了什么成本 你们呢,就不要想着说 哎呦,你体谅父母,做一个特懂事 不要真的被父母洗脑 父母都是用懂事来洗脑女儿 从来没有用懂事洗脑过儿子 儿子呢,如果懂事呢 那就被夸得跟什么似的 女儿再懂事,这父母都不会这么夸 大家就没有感觉到这种区别待遇吗 嗯 还有的说啊 反正钱都没给我 那我就骗自己得到了爱吧 好卑微 是谁的幻境被打破了 又是谁的美梦被冷水泼醒了 嘴硬的样子真可怜 不被爱的人呢,自我麻痹的花束扮了 让他们在鼓里蒙着吧 劝又不听,骂也骂不行 弟弟得到的只是没有温度的金钱 而你们得到的可是无价的爱呀 很多重男轻女的家庭呢 女生都会给自己洗脑 父母很爱自己 你失去的只是钱,可她失去的可是爱呀 穷瑶的语气 钱已经是最低级的爱了 如果连钱都不舍得 那就更别指望花心思花时间了 大家尤其是女王 回想一下 父母有没有在自己身上花过心思 你不要说钱 就心思 她有没有为自己操过心 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自己的这种啊 为自己的人生好好做一个规划 不要说那种啊 就控制力很强的 说的是真正的啊 从这个孩子本身 从这个女孩女儿的本身出发 本身的这个优点呢 本身的特质啊 本身的天赋出发 为女儿做一个很好的人生规划 有没有提醒过女儿 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险恶 有没有提醒过女儿 这个人心有多么的丑陋 有没有提醒过女儿 如何的在成长过程中 防止各路的伤害 他们都没有花过心思 甚至很多都是把女儿啊 扔在家里啊 扔在什么 扔给这个老家农村的这个老人呢 当什么留守儿童啊 很多女王 尤其是80后以后啊 90后的80后的 很多都是留守儿童长大的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这孩子在这个农村 有个老人带 别人外人会不会欺负 尤其是女孩 多少这个爆出啊 就整村整村的老年人 老光棍啊 轮流轮间这个小女孩的 没有父母的小女孩的 这不是 不是一起两起了 太多了 还有的说呢 难道不是吗 爱你才会为你考虑啊 才会想着你怎么过得更好 才会给你钱 而不是看你因为缺钱 而苦苦的挣扎在这种生存的温饱线上 所以才不会说不公平的对待你 只要他重男情女不公平的对你 他就是不爱你 对不对 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永远交不上装税的人是吧 虽然啊 他们吸了你的血 把你当奴隶 可是你得到的是爱呀 伟大的爱呀 你们这些啊 这个冷酷的人知道爱的真谛吗 不然呢 谁没钱能活呀 父母连钱最低级的 最低等的 最起码的 最简单的 最容易做到的 连钱都不给你 他怎么可能爱你呢 而且女孩本身啊 在这个世界谋 谋这个生路啊 她本身的生存资源就非常少 因为职场上是排挤女性的 大家都知道 学业上 尤其是国内的 很多学校都是 对女生拔高分数 对男生降低分数 然后扩张男生啊 这个紧缩女生的 这个招生名额 女生就已经是 特别特别优秀 才能考到大学 已经在这个求学路上 就被卡了 卡了好几次脖子了 比如说小学生初中 初中升高中 就已经被卡了 高中高考更是卡脖子 然后等到大学毕业啊 这个已经有数据统计显示啊 就是签 招这个 校招男生啊 就签约男生的比例 是女生的两倍 即可说女生啊 比现在这个男生要少很多 但是也不至于到两倍 这么悬殊的人口比例吧 这个性别比例说明什么 很多女生就本来在这生活上 生存就非常艰难 尤其是啊 那种什么啊 背景离乡 因为自己家庭要不温暖啊 这种地方比较小啊 在自己的这个小地方找不到这个对口专业的这个工作的 那就不得不啊 在一线飘啊 就这个你比如北飘 护飘什么 这个深圳飘的 广飘的 就这种女青年呢 如果说你没有家庭助力 你怎么可能找到房 你肯定买的房子呢 靠你自己啊 苦苦挣扎在这种生死线上 怎么可能说 你有多大的 多么超人的啊 这种赚钱能力 能够说在你这个 婚配年龄之前啊 你就能够给自己赚得一套 婚前的房产 如果没有父母的助力 如果这家里啊 就是说把资源都给你这个弟弟 难道不是应该先渴着 既然说你大就让了他 那既然你大就应该家里这个资产分配 先渴着你合适吧 对不对 你别说渴着 就应该让着弟弟 弟弟轮到他婚配啊 还早的呢 是吧 有的这个姐姐比弟弟 大了十岁 甚至十几岁 那你不能说这姐姐到婚配年龄 就非要省着给弟弟用 弟弟还根本就用不着呢 弟弟十几岁 十二三岁就给弟弟买房了 用得着吗 用不着的 父母就为这个弟弟寄长远 而你这个姐姐二十多岁啊 正面临婚配 正面临择偶 正面临这个工作 在这个一线城市 如果说你没有自己套房 他真的是被人欺负 你看啊 那些房产中间是怎么欺负 那些单身外地女生缘的 再说婚配 你当你手里没房子 就相当于手里没有原子弹 你你没有房子 你就是到了这泽友市场 你就被人欺负的 被人挑来捡去的 男的都是希望女的呀 手里有资产 这样呢 才觉得这女的是啊 就是有油水肯捞 否则你都是被人挑的是吧 你都是被人嫌弃的人 就看不起你 就你穷男的就想瞧不起你 就这样 你啊 还得嘲笑你 还得侮辱你呢 说你是拎逼入住 然后呢 等到离婚的时候 你被净身出户 因为你没有手上 你没有任何拿捏 对方的资本 这个时候 就是当你手上 没有一套房的时候 男的根本就知道 你把你赶出门去 你就没地方住 那他就欺负你 男的就这么恶劣 当你手上没有这个 其他的退路的时候 那他欺负你 欺负的就跟他 绝大多数男性 都是这样的 除非说你 你像缺姐这样 缺姐就能拿捏得住 自己老公 能把缺姐 能把老公也赶出门去 老公去单位去住 去睡 去那个婚姻间里 去待着去 他也不能说 把缺姐赶出去 这就是缺姐 在结婚前就看准了 这种男人 他就能够拿捏得住 缺姐就知道 自己作为先天 是有缺陷的 来自于这么一个 这么差的 这么差劲的 这种 什么妈死嫂 后妈下屌子 亲爹变后爹 那这种 那你可不 你手上没有资本 拿捏的时候 你得找一个 拿捏得住的老公 但大多数都没有 像缺姐这样的运气 就遇得到能拿捏得住 大多数你是拿捏不住的 那你就得有资本 就是说什么呢 干你离婚 咱们有去处 是吧 咱们有地方住 不怕你 你当你 你手上有资本的时候 你老公就不敢拿捏你 他知道你有去处 尤其是 你没去处的时候 他就要往死里逼你 往死里欺负你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人性就如此 你不要说男性 女性也这样 缺姐是非常 对于这一路走过来 非常清楚 人性的怎么回事 人性的 一案面怎么回事 所以说缺姐还是放去 广大的一个年轻女网友 你一旦是 不能从自己亲生父母 弄到一套房 你们就不要给他们养老 就这样 爱在哪 钱就在哪 钱在哪 爱就在哪 又没有爱 又没有房 又没有钱 凭什么 你傻了不及 给他养老吗 是吧 凭什么 要傻了不及 给你这个弟弟当血包呢 你这个弟弟是你生的吗 不是 你这么讨好你父母 你父母就更加吃定你了 是吧 因为知道你舍不得沉默 你的成本 你投入的成本越多 你就越舍不得沉默 那父母就吃定你了 男人也是这样的道理 人性就这样 你把人性分析透了呀 这个世界啊 其实没有那么美好 缺缺就可以这么说 以过来人身份啊 世界是比较的什么的 这马太效应 这个世界真的是一座黑暗的丛林 一不小心 你这个在男权社会里 在父亲的社会 你女性就是被吃的 哎呦 说的也不少了啊 基本上 缺缺把这个逻辑啊 钱在哪 爱在哪 爱在哪 钱在哪 这个逻辑已经摆成清楚了啊 这里面红化は 在哪